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6月12日 荷兰迎波几率大 周日凌晨 欧国联分组赛继续上演多场激斗 其中身处联赛尔族地组的荷兰将对阵波兰 前者目前正取得两连胜的佳绩 当中军场攻入三球 状态良好可见一般 荷兰失意有力延续胜计 上轮分组赛 荷兰得到很好的练兵效果 要知道 球队派遣多名复选球员上阵 期间中场都N 古普美拿斯在下半场出段取得入球 不过他们在比赛末段一度被扳平比分 眼看就要以合局收场的情况下 凭借前锋和特 玉赫斯在最后时刻的入球 成功以二比一决杀威尔斯 此一过后 荷兰在欧国联分组赛投二轮保持全胜 而更值得称赞的是 球队在结束欧国被征程之后的各项赛事保持不败 当中战绩为八胜三合 荷兰目前阵中最为烦恼的球员无疑是中场法兰基 迪庄 毕竟他目前正面临着个人转会问题 由于母会巴塞隆拿财政出现极大的问题 现在需要套现球员换取资金 而荷兰人就成为最大价值资产之一 球员个人 当然不想离开 但球会心意已决 即便受到场外因素困扰 不过法兰基 迪庄还是表现出职业球员的态度 他在国家队依旧发挥出色 此前对阵强敌比利时送出精妙助攻帮助队友首开记录 而上轮分组赛 则是在最后时刻策动反击 为接下来的绝杀提供先机 虽然波兰上轮分组赛是首开记录的一方 但球队不但未能保住胜果 后防线反而门户大开 他们之后连失六球 最终以1比6惨败给强敌比利时 这是自从2010年在一场热身赛 以0比6负于西班牙之后 波兰失球最多的比赛 纵使阵中拥有得假射手王罗拔 利云杜夫斯基 而且亦不负众望地取得入球 不过波兰整体实力还是不及比利时 要知道球队上轮分组赛的射门次数 摄政次数 传球次数 控球率 以及传球成功率等数据都处于绝对下风 波兰目前投二轮分组赛 路德一胜一负的战绩 由于同组还有比 和两强的存在 球队出现主动权已经不在自己的手上 并且金杖对阵和篮更是难度十足 毕竟他们上届欧国联分在同组 而在双方的两循环中 波兰都以落败告终 期间和共诗三球仅攻入一球 可见球员难有底气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